哲 beg 為您提供的免費學習影片 學KK音標有什麼好處? 理論上 我説的就是理論上 只要你學會KK音標的話 全部的单字你都会念 当然理论上是这样 理论归理论 实际上能不能够做到 看到所有的英文单字都能够念出来 那就要看你对KK音标的熟悉程度到哪里 如果你对KK音标的熟悉程度已经达到精熟 那恭喜你 你可能可以念出80%的英文单字 什么?只有80%? 为什么有没有100%? 别说了啦 世界上是没有100%的事情的 如果你对KK音标的熟悉程度是基础 那不好意思 基础只有40分 在我的标准里头基础只占40分 因为多数的单字 你看了音标你还是念不出来 如果你对KK音标的理解只有 代加强 也就是说 你不认识KK音标 KK音标也不认识你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那就看这段教学影片 把10集全部看完 你就会升级到基础等级 为什么要学KK音标 学KK音标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根据很多人说 学了KK音标之后 发音会变得比较标准 第二 会了KK音标以后 就可以自己看字典 知道单字要怎么念 不需要再去问别人 还有第三 学了KK音标以后 可以出国比赛 我并没有很夸张 我只是说实话 因为外国人都不学KK音标 所以如果我们会KK音标 我们就可以出国比赛 因为他们都不会 我们会 所以我们一定赢啊 外国的小朋友 他们不学KK音标 为什么? 因为人家用的是自然发音 什么是自然发音? 自然发音就是 看到单字之后 很自然的能够念出来 那就叫自然发音 比如说 有一个外国小朋友 他不知道天王星的英文 要怎么念 所以他就看到 这个柱是 Y-O-O-R 他就想到 D-O-O-R是门 念door 那Y-O-O-R就念 YOR 所以天王星的英文就念 YORANUS YORANUS 你或许会问 外国的小朋友不学音标 没有关系 那他们到了国中 到了高中之后 会不会学KK音标 答案是 不会 就连到了大学 这是大学指考的课本 里头 一个音标也没有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人家不用学 为什么我们要学 答案是 因为人家会自然发音啊 为什么人家不用学 为什么偏偏我们要学 因为 我们发音 不够自然啊 你不信 你觉得你发音很自然 来 试试看 第一排 很简单 对不对 T READ SEED 那第二排怎么念 如果你按照刚才的逻辑 把 TEA READ SEED 这个概念 带到第二个单词的话 那你很自然的 你会念 STEAK 那答案是错的 第二排单词 是 STEAK STEAK 是牛排 那如果有一天 你到餐厅去说 I want a steak 就是 我要一根棍子 那人家会很好奇 说你要棍子干嘛 第三个单词怎么念 第三个单词念 BREAD 不是BREED BREAD 是面包 BREED 是繁殖 繁殖 下一代的繁殖 那假设你回到刚才那家饭店 然后你对服务生说 I want a bread I want a bread 我要繁殖 我要繁殖 你觉得人家会报警吗 就是因为自然发音变得很不自然 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 还是要学KK音标不可 那请问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 在用KK音标 答案是 一个 没有错 只有一个 那个国家叫 台 没有错啊 台湾这个国家 我们有国旗 我们的家人都在这里 这里不是国家是什么 你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只有台湾在用KK音标 不过我先卖个关子 先不告诉你 我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KK音标叫做KK音标 为什么不要叫AA音标 也不要叫JJ音标 为什么叫KK音标 为什么叫KK音标 原来KK音标是两个美国人发明的 因为名字里头都有K 所以就叫做KK音标 既然是美国人发明的 那为什么美国人不用KK音标 奇怪对不对 答案KK音标已经变成LKK 你可能没有发现 KK音标是几时发明的 1944年 也就是说 KK音标所记载的发音是1944年以前的说话方式 那你问自己 那你问自己 1944年世界二战的时候 美国人说话的方式跟现在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啊 所以美国人都不用KK音标 那你可能要问 为什么还要学KK音标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KK音标是IPA的一部分 IPA是国际音标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国际音标虽然不完全是KK音标 但是跟KK音标的相似度高达80% 也就是说 如果你会KK音标的话 你就会80%的IPA 那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因为如果你出国留学的话 音标是非常有用的 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 我们初来要学KK音标 我们也要学几个IPA的符号 让我重复一下 学习KK音标的好处 第一 学了KK音标之后 发音应该会比较标准 第二 会KK音标的话 就不需要问别人单字怎么念 还有第三 真的 真的可以出国比赛 惊论会比较 college 我为不需要学习 对 一起玩 我们就会有关于 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 请订阅 点赞 If you like it please give us a like on facebook if this makes you happy feel free to share it and if you have a question please leave a messag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感谢观看